在幾天前,國泰航空和國泰港龍航空進行重組方案 當中國泰港龍航空更加即時停運 這個對於香港人來說,算是一個比較震撼的新聞 始終國泰港龍航空陪伴了香港人35年 對於經常乘搭飛機公告、旅遊或者探親的人來說 無論如何都會對這艘航空有些感情 而小片出外旅遊的次數或者沒有比其他人多 所以只乘搭過一次,亦是最後一次的國泰港龍航空 這條片主要分享故人對那一段航班的經歷 今次要數到2017年的12月28日 小片獨自一降,遊走台灣高雄四天 那時候小片訂購的是當日早上8點55分啟航的KA432航班 作為屯門區的居民,當日小片清晨5點就準備打巴士去機場 不過就在等巴士的時候,收到電郵就說航班會延遲50分鐘 而到了機場之後,那時候KA還在用H航的check-in counter 所以小片到了H航排隊了 可能因為聖誕假期旅遊旺季 所以當時小片即使做了online check-in 等候紀傳行李也足足等了20分鐘 而在紀傳行李期間,當然會有職員同時檢查旅遊證件和簽證 那時候可能是有新職員加入 所以當小片遞上護照和日台證的時候 有資深的職員一路做檢查 一路就跟如此新人解釋 說如果旅客是乘搭去台灣的航班的話 就有這些資料做檢查的 最終小片就很快活得登機症,還入禁區了 入禁區之後,最初小片的航班是被編配到47號窄口 但最終差不多走到47號窄口的時候 就突然收到手機的訊息 說小片的航班已經改了去1號窄口了 幸好還有時間 所以即使慢慢走到1號窄口 也有充足的時間 而當1號窄口之後 發現小片所乘搭的航班 由航次旁變成6次旁 即是改了由國泰航空去負責這個航班 這個也是小片第一次乘搭國泰航空的A330型航機 正因為執行航班者 由國泰港龍航空就變成國泰航空 所以才有延誤的情況 而在登機閘口 當然會有不理解的乘客 在閘口罵些在閘口當值的港龍職員 但他們的專業和經驗 向乘客去解釋延誤的原因 最終大部分的乘客都表示理解的 登上了航機之後,很快就開始航程了 當航機去到高空之後 就隨即有職員開始派餐 國泰和國泰港龍的早上 外往香港和台灣的航班 通常只是派輕食 例如雞批等等 不過小P在登機之前 在機場已經吃了點東西 所以輕食都已經足以應付 其實由香港飛去高雄 只是一個小時多些 所以航班要處理飛機餐的派發和收拾 需要很快的速度 最終到達11點 飛機就到達高雄小港機場 回程就是在2017年的12月31日 當日小編就選擇 KA437的航班回來香港 原定的起飛時間 是在下午3點10分的 當日上午小編又收到E-mail 說航班會延遲過幾個鐘頭 大約4點20分才起航 其實個人認為預先會通知延遲 做法是很好的 因為可以給旅客有所準備 小編3個月之後 就乘搭國泰CX759航班在新加坡 在香港登上航機之後 由於當時機場太過繁忙 速速等了個多小時才起飛 高雄的小港機場 可能因為規模上 比在香港國際機場小很多 所以當地機場 需要去到原本的起飛時間前 那兩個小時 即是下午1點10分 才開始接受乘客白禮登機手續 當時貴位的職員也很清楚解釋 說航班已經延遲了 小編進入機場禁區之後 就先穩地光吃夜 原來當時高雄機場禁區 就只有1、2間餐廳 所以選擇就很少 吃夜之後就一直走機場禁區 裡面的免稅商店 直至航班開始給乘客登機 那時候小編的航班 仍然利用舊有的港龍航空標誌 本來小編在航班上 是坐在其中一個徒生門 開始的第二排座位 但是當時有一對夫妻 說他們想一起坐 所以就在機組人員的同意之下 小編就轉坐了第一排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升級服務 因為在一般情況下 在滑位的時候 如果選擇坐過一排座位的話 是需要加錢的 但是空間就會較大 最終小編就坐在那個位置 飛機開始起飛 而且吃了一個熱騰騰的飛機餐 大約翰晚6點就到香港 然後領取寄船行李 就乘搭巴士回到屯門 準備倒數迎接2018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片的話 歡迎CLS三部曲 comment like and share這條片 subscribe我這條channel 記得按下旁邊的鐘仔 以便獲得這條頻道的最新資訊 亦都歡迎大家like我的facebook page 和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一次再見了 拜拜